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面临了怎样的困惑 各位请看 正所谓知识改变命运 所以我从小就坚持多读书多看爆 正所谓读月乐不如中月乐 所以我要和大家分享我的快乐 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解读这个八卦这个词 大概就是女生爱嚼舌头跟子 男朋友现在看来有点意见了 让我们用掌声来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龙24岁来自甘肃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杰22岁来自河北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你们愿意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我愿意 我愿意 女生嘛 这个很正常 怎么说不了 我也觉得特别正常 但是他那个就不是正常人的那样 我今天觉得我来就是要跟他分手 我觉得我再跟他好下去 就家破人亡 妻离子算 你知道吗 不不不 你有妻了吗 那以后 以后也得这么 好 说说吧 就是我们马上要毕业了 我想着就是不管 就以后我去他呢 还是他来我这 就是先回我们家 见见亲戚 看把这事能不能定了 对 好像 然后他就去我们家 这一去就去麻烦了 一下过我们闹得 我们家就是人养麻烦鸡飞狗跳的 他去了连两个礼拜都没有 就闹得我姐跟我姐夫要离婚了 不是 我不是那种挑是非的人 没有我的事 我怎么可能编出来 是不是 我那天就在大街上 我就碰见他姐夫了 他姐夫旁边插一小姑娘 看着比我还年轻呢 你说这事是不是有问题 你只要结果我还跟着他 就走到了九天 我承认吧 我姐跟我姐夫他们俩 是那个婚姻不太 就名存失望了吧 但是他们有小孩 有老人 他们就把这事隐瞒了 他非得把这事跟人家说出来 而且还挑着我们家过年 吃年夜饭的时候 所有亲戚都在那坐着 他就要说 他还问我姐 说姐你知道吗 姐夫有小三 我当时我就使劲 拉他拉他 他就不听我 他还一直说停不下来 我觉得我心脏都快停着 跳动了那时候 气得我 你说我跟你姐说这事 我是不是为了你姐好啊 对 你是为了他 你知道人家是愿意让你说吗 你就觉得你为他好 离了吗 离了 正月里就让他逼的 人家就离婚去了 你说这都有小三的 那男子都不相爱了 还考什么呀 而且还不只是 我觉得我们家 一直都挺和谐的 其实 然后我奶奶在我们家住着 就我奶奶 我姑我妈 现在被她闹 都仨人都不说话了 为什么呀 就她在我妈背后 就嚼舌根 在那说什么 人心格度皮这些事 本身是我姑 要买房子 我奶奶见钱 就这么个小事 她就在背后 听我说 她奶奶住她家 然后吧 她奶奶又没收入 还没退休金 也没什么存款 就天天花着她们家钱 吃她们家的 对呀 我们养了她的孝顺 然后她姑娘要买房 特别痛快就答应了 那你平时跟说 拿着你们家钱 去接接她姑娘啊 大家说是不是 我觉得这事很痛快 而且这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去管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你去管 当然有关系 你说以后要是 嫁到你们家 你妈是不是也是我妈 对吧 我也得叫她叫妈吧 什么我妈 就是你亲妈 你知不知道有一句话 叫家丑不可外扬 我和外人说了吗 你就是个外人 你知道吗 第一次来我们家 你就把这事跟我妈说 你让我妈多下不来谈啊 对对对 等于现在这个 姑姑妈妈 奶奶不说话 是就闹的关系特别 就是我挑择 你说她奶奶啊 天天住他们家 然后吧 她奶奶还跟她爸 天天抱怨 说她妈不干活 也不做饭 也不洗衣服 那我明明去看她家 这全都是她妈干的活啊 对对对 你说她爸爸 天天家中间 受家把气 对对对 我不能让她到时候 也这样了 是吧 所以我得跟她妈一条心 我得向着她妈 我听到什么 对她妈有害的事 我得跟她妈说 就是说一些实实 你看吧 直升 我就觉得大家都 把她当个笑话看了 是不是 而且她不止出去说她的事 她还把我的事 跟别人说 我觉得现在她把我连累的 别人把我也当个笑话看 我跟她谈恋爱 谈两年了 我觉得我身边朋友 都让她给得罪了 为什么呀 有一次我们去聚会嘛 就到KTV 大家唱歌喝酒 玩得特别喊 然后就听见她在那 一大特别大声的喊 你是不是为你 前男人打过他呀 你说这事怎么能说啊 当时就所有人 就惊讶了 然后我这事 还得跟你解释一下 哥 哥你得听我说 我听听听 你们都去过KTV是吧 KTV有人唱歌的时候 是不是特别吵 两个人就小声说话 根本听不见 那我跟他 就是在那聊天而已 那你也不能在这场场 我也不是要大声 跟谁说 我只是问他而已 我没跟别人说呀 那谁知道 平时都那么吵 突然我就说 那一句话的时候 就安静了 我觉得肯定就是 有人在摆我一道 要么就是摆 这个女孩一道 主持人你说 就跟他没法沟通了 我现在我觉得 他就遇点事就着 你说这事跟他有关系吗 他就去瞎掺和 你哥们肯定都不理你了呗 是哥们现在都不理我 而且我宿舍设游 他也得罪 然后就因为 人家得痔疤了 就挺不好一个事 他就听见了 他给人往外传 我还跟你说过了 我说你别往外传 这个事 过了两天 人家就来问我了 我就知道 肯定是你说的 姐姐你说这事干嘛呀 这事可不该说了吧 你说知诚这事吧 十个人九个人得有 而且我就是 跟他宿舍的人说了一下 我没让他跟别人说呀 你说一个宿舍的 是不是得互相照顾 宿舍的人都不知道 就拽他吃辣的 然后又让他老坐着 玩电脑什么都不好呀 而且我还特意地 嘱咐他们 那个几个社友了 我让他别告诉别人 这几个人就信不过 你还不如不跟他们做朋友呢 那我还得谢谢你了 你帮我选我的朋友了 我身边现在让你选的 没几个朋友了 都已经 他没朋友 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了 你说说呗 他都不去外边和别人交流 也不和大家分享什么事 你闹得我很尴尬 那我为什么就那么多朋友 你拉倒了 你的朋友都哪来的 你的朋友都是你八卦八来的 我跟你说 主持人他天天就拿着他的手机 他包里得放三个充电宝 天天就八卦那些东西 他今天在我们学校论坛 什么小节报道这个 小节报道那个 然后底下有人给他留言 他就觉得那是他朋友 你说你这是你朋友吗 我跟你说清楚 我是我们论坛的管理员 然后吧 我觉得那些给我留言 都是我粉丝 他把人家什么文章 马一利那个事 他把给人全部扒拉出来 就放到我们学校论坛上 什么人家这个跟谁那 有一团那 哎美国 我说这事你去说什么 哎人看新闻就图个论 你以为你是什么 你是余悸啊 你老管这些事 你就说着了 我真想去当一余悸 哥你看我是不是有这潜质 小峰弟 我不认真的 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有这潜质 我觉得我观察事物 什么都特别细致 你观察一下 曲总他现在什么表情 特有魅力 特帅 我还知道他 媳妇是一大模特 特漂亮 身材特别好 有一次我说 我去找他过情人节 我们放假都不在一起 我挺看重这个事 我说第二天坐火车六点 我从甘肃到河北那边嘛 然后我到了就找不着他 然后我打电话也打不通 发展线也没人回 我就一直等从六点多等到晚上九点他才来 我说你干嘛去 他说他跟踪别人 你就跟踪别人过情人节 你把我撂到那不管了 哥我跟你说这事 我们高中吧 有一校花 就是女神级别的 特别清纯 当时好多人都喜欢他 结果吧 那天恰巧了 我就碰见他吧 穿着什么大鱼网袜 然后还戴着假发 然后坐了一个老男人的车 还跟那人一块抽着烟 你说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你说一个女神的学校就这么毁了 我们高中那帮同学得怎么想呀 得多难过呀 我不得跟踪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 我得告诉他 这事比我去找你过情人节还重要 这种事你不能天天都碰着 你八卦这些事就不止耽误我们俩事 还耽误好多正事啊 有一次我们上课 他就看见人家老师就什么化个妆 他说人家老师谈恋爱 我太了解他了 我就心里害怕 我说这人老师谈恋爱 咱可不能胡说 你就别瞎操心了是吧 然后就不行 他说他非要去看人老师是不是谈恋爱 然后我们下午考试就见不着他人了 你说你干嘛去了 我就去看看那老师是不是真的谈恋爱了呀 我得验证一下我的分析 就是谈恋爱了 那你试考了吗 你因为八卦这事 你连正事你都不干了 我不考了呀 我不考是不是还是过了呀 那老师谈恋爱这件事 你没给广播出现 没分享一下 当然我身边几个闺蜜都知道了 我觉得他身边那几个朋友就不不行 不是一般人都有我这种能力的 我就通过他情绪不打扮 结果那天化了淡妆 而且头发还专门去做了 我就觉得他中午肯定要去约会 我跟你说 我就得印证一下 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对的 你身边那些朋友就不合适 结果他的男朋友是一大帅哥 主持人 我觉得他身边朋友就不合适 他身边朋友老是跟他说点事 就想让他往外抖落 然后人家都是看乐了 最后当事人就来找他 上一次就因为一个事 人家就差点来打他 为什么事啊 就是我们学校社团一个社长吧 就是想跟女朋友求婚 准备了好长时间 然后也不知道他就怎么知道了 给人提前抖落出去 在我们学校论坟 在我们学校论坟 就说大家下午三点来关注 爆炸性新闻 社长要求婚了 然后人家女生就提前知道 那社长气的就要来打他 那最后还是因为我的朋友 然后我人脉广 把这事给拦下来了 也没人打了我呀 是不是 但人家精心准备的一个这么浪漫的时刻 我也没穿到人家分了手 你当时是怎么跟那姑娘谈上恋爱 你能告诉我们 我们当时是一块组了个乐队 我是吉他手 他是主唱 就是特别聊的来 我说我喜欢反光静乐队 他说他也是这样的 然后我现在吧 我就觉得这事可能就是他提前调查我了 其实吧 不是我故意要知道 那都传到我耳朵里来了 那我人脉广 谁都跟我说是吧 你一天你 而且我就真的是 我从初中就开始喜欢那个乐队 那我喜欢唱歌 我是我们乐队主唱 那我可能不喜欢唱歌 不是 那你应该多把精力放在唱歌身上 我都放了呀 行行行 今天咱俩讨论什么来了 你想分手 你呢 我不想 我觉得我对他挺好的 老师们给看看吧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姑娘 你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你不懂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边界 人和人之间交往有一个边界在于 我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跟别人分享 什么事情我应该为别人保守秘密 可是你现在完全不知道 你还认为自己所有做的都是对的 我以前觉得他还就是其他方面挺好的 就这一点缺点 然后今年去我们家闹了之后 我就觉得他其他的好的盖不住他这点 不过我觉得他不管怎么落 但真的有一点 我觉得可能你们这两年盘恋爱当中 他所得到你的关注太少了 当我们想要通过一些方式 去吸引别人注意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想得到关注 但是他好像在你这从来没有得到 他想要的关注 我不知道你受过什么样的伤 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么喜欢八卦 但我至少觉得有一点 当一个人喜欢八卦不是莫名来源的 他肯定会有一些原因 我就觉得他就是平时没有那么关心我 他只是在乎我平时跟别人说了什么 我关心你跟别人说了什么 我也是对你好啊 你说你出去跟人瞎胡说 那吃亏的最后还是你啊 那你在乎过我吗 我生病了你管过我吗 我怎么没管你啊 我不还给你买药送水的是吧 除了他以外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谁最关心你 我妈妈 就你妈妈 爸爸呢 爸爸也挺关心我的 就是他比较忙了 孟家说了都比较关心我的时候 他在哭 不是 世事节有因果吗 不是今天 我晴晴姐也在 我知道晴晴姐也是一个单亲妈妈 我妈妈也是 我看到晴晴姐我觉得特别亲情 我觉得单亲妈妈都特别不容易 我也特别爱我妈妈 但是在这儿吧 今天来说是说我们俩的事 我们希望 不提家里的那些了 你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 可是我们希望得到别人关注 有很多方式 一种方式是我告诉给她 我什么地方需要你怎么做 还有一种 就是我不告诉你 我让你猜 往往很多时候 很多女生会选择第二种 你要是猜不透的话 我就认为你不爱我 其实我挺想跟她沟通的老师 就有时候一说话吧 聊着聊着她就开始聊她的八卦 谢谢 你既然想关心她 你真的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她最需要的时候 去帮助她 去陪伴她 我觉得真的两个人 没有太大的事情 而最重要的事情 是你们彼此懂得 怎么去给对方一些边界 以及懂得怎么去表达你想要的 男方你了解她吗 了解 了解她的八卦 除了这一点 你了解她吗 我应该算是挺了解她 你知道她刚才为什么要哭吗 我大概知道点吧 在沟通当中 没有听到你们任何 在爱情层面发生的矛盾 但这恰恰是最大的问题 你有想过 她八卦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她好奇心太强了 她为什么对别人那么好奇 她坏吗 她不坏 她拿着别人的隐私当乐吗 也没有 她唯一能得到的是什么 逗大家乐 让大家关注她 恰恰其实 你对她的关注是不够的 在爱情当中的人 最希望谁关注的 一定是对方 如果对方给了她足够的爱 她有那个精力和兴趣 去关注别的事情吗 那我们俩每天也在一起 在一起就够了吗 她希望引起你的关注 甚至于把你的那点隐私 分享给你的朋友 其实潜意识是什么 看 我多了解我的男朋友 你们不了解 我关心我的男朋友 我要让你们知道 如果她用的方式是一样 还有 她自以为通过这样的做法 能够得到更多的朋友 恰恰相反 她的朋友绝对美 谁敢跟她交朋友 谁敢跟她说知心的话 她现在是越来越脱离朋友 是 这会儿你应该越来越去帮助 去关心她 让她找到一种归属感 所以她刚才 她不愿提提的问题 就是根源所在 从小家庭当中是缺少 缺少 你有一句话我不太赞成 你说 我觉得我朋友当中 也有真心的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跟你 能够当成真心的朋友 但是如果换作正常人 我不敢跟你交朋友 我怕你会利用我的一些闪失 然后给我 去造成负面的影响 但是我不会去捏造一些事实 我说的所有事 都是 所以你不是坏人 但是 你的真心朋友 一定不会多 很多的真心话 是不希望别人知道的 但你好好想想 你的作为 别人可能跟你交心吗 我觉得这小姑娘 挺简单的一孩子 演戏有的时候 我经常演你这种人物 工作呢 演戏呢 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我可以去尽情的八卦 但是生活中 我可以告诉你 我要碰到这样的人 我会害怕的 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说一件事情 我马上就要想 去尾 跟我们一块做节目来 他会不跟他说呀 说完了以后 有人去尾 有人不理我了 怎么办 别人会害怕 生活中我们要有所保留 这个保留也是给别人保留 也是给自己保留 像我有一把年纪的人 我可以告诉你 孩子不要这样做人 你今天跟他说的话 有可能他明天就会说 就这女的 我跟你说 完了 你就完了 你就又失去一个朋友 在你今后人生成长道路当中 这方面要注意 谢谢秦宁姐 我的意见 跟三位老师的意见 稍有不同 我认为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嘴 是可以杀人的 尤其你的那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认为 我认为 有时候 我认为 我认为 empresa 是 本人 的 你 我认为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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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年轻女子的一个保护 一个女孩的一个保护 和你未来人生的一个看法的话 请你真的注意了 嘴快不是件好事啊 你特坦诚的跟别人说点东西 有人就别有用心的 就给你扭曲了 然后你自己受伤以后 你还哑巴吃黄脸 这是提醒你的 提醒你只注意一点 为什么会爱他爱两年 那就说明除了他八卦的这一面 还有一面是你喜欢的 你留恋的 所以别把话说得那么决绝 还是那句话吗 我们共勉吗 且行且珍重 你们乐什么呀 有点小八卦的意思 就是人谁不八卦呀 好好去爱吧 如果够包容就包容 但是有一点 图老师说的特别对 传八卦的这种 搬弄是非的这种 一定要改姑娘 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年 不知道跟你说什么 我觉得该说的 大部分在底下都跟你说过 你说你现在 你觉得你做这些事是对的吗 刚刚老师们也说过了 我觉得我是 可能就是我这张嘴吧 我有的时候可能控制不住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那你觉得你做这些事 是对的还是错的 不对吧 因为也给别人和自己 造成一定的影响的吧 但是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我不希望我们分手 你想让我平时对你的好 你别离开我 两位请交换你们的箱子 最可爱 谢谢你们 请回 来请关门 我们请现场的观众朋友 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看好这一对吗 看好选择赞成 不看好选择反对 来请选择 现场55.56%的观众朋友 还是比较看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一起数五个数 五五四三二一 请开门 我们都八卦过啊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秘密吧 去年三月份发生的那件事 我一直都没和别人说 快憋死我了 憋死了 啥事啊 我不能说 哎呀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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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给女生写 我现在赶过了吗 就是他去之前吧 我爸就突然问了问 就是说就是他以后来我们这也也行啊 都工作什么都能给找好啊 然后就因为他一闹 我都没跟他说过这事啊 你看就这么大的事都不敢跟你说 就怕你出去八卦 来都请小花团 好好珍惜吧 来 来来来 好谢谢你们啊 请回请回 谢谢 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一个套装礼盒 当你把这礼盒送给你的爱人的时候 希望你在心里跟他默念爱要有你才完美 感谢婚纱摄影领导品牌聚焦摄影 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万元的婚纱摄影一套 去生活小人生感谢科沃斯机器人提供的价值3980元的地宝680一台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八卦了 我刚听老师说了我也想 可能是我关心你太少了吧 你别八卦了我以后一直关心你好吧 我心里都有你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开开心心的啊 回去吧 小八卦是一种小乐趣 八卦多了就招人烦了 小八卦 看不过 你不过